谁知道恒大许家印的暴雷 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那么恒大许家印欠了2.4万亿元人民币 欠了这么多的外债 这个外债到底由谁来偿还 到底落在谁的头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涛涛 欢迎大家来到涛涛说说 今天咱就来分享一下关于恒大 欠了大量的外债 那么这个外债到底最后落在谁的头上 我们先不说恒大为什么暴雷 我们这一期啊 首先来分析一下关于恒大暴雷之后 欠了外债 这些外债到底由谁来进行偿还 首先恒大许家印被抓了 那么许家印被抓了之后 公司也没有钱 也没有能力去偿还这笔巨额的债务 更不要说许家印了 把许家印所有的资产都卖掉 也不够偿还这么大的漏洞 这么大的窟窿 恒大许家印的恒大欠了这么多的外债 既然恒大许家印没有资金来偿还 那么我们想一下这个资金是如何带出来的 那么许家印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向各家全国的各家银行啊 带了大量的资金 那么这种资金呢 是银行带给恒大集团的 既然是银行带了 恒大没有钱还 许家印没有钱还 是不是有些网友就问了 这个钱由银行来偿还 那么由银行来偿还的人可以去想一想 银行会偿还吗 银行的钱从哪里来啊 银行它的业务只做两种业务 主流的业务是两种 第一个是把钱吸收过来 存在银行 第二把钱要带出去 进行贷款 各种的贷款 收取利息通过中间的差价 来维持银行的生计 如果说让银行来还钱 银行本身它就是一个机构 银行里面的人领着工资 他并不还款 普通的银行员工啊 他也不欠谁 他只是个打工者 你让他还也是不可能的 你让银行还 银行它的主要的功能 就是把钱吸收过来 带进去 银行也不可能还这个钱 那么银行呢 再想一想 深刻的想一想 这个银行的钱来源于谁 还不是来源于那种存款者 存款者是不是老百姓 如果说要还 那么最终还是落在 我们广大的人民的头上 来分销 慢慢的消化它 并不是说这个银行 去归还这个资金 所以啊 这要偿还 首先要分发 由我们每一个人潜意识的进行消化掉 还有啊 再者是新的组建的恒大 如果说他盈利了 将来啊 他也可能会还这一笔钱 那么再搜一搜 取家一个人的资产 包括恒大 各个高管的资产 违纪 所获得的资金 把它切理出来 进行偿还一部分 这也是偿还的一种方式 最后一点就是 最好是把资金带到海外的那一部分资金 那一部分资金呢 也不小 把它追 追缴回来的 也可以啊 弥补 这个大窟窿的一部分 也是挺好的 所以啊 恒大欠了巨额的债务 这些债务最终如何偿还的方式啊 是怎样的 今天啊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大家对今天的分享 有什么看好想法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